當兵到某一天 就是突然就是早上五點的時候 然後有人打電話給我說 你家片廠失禍了什麼什麼的 看能不能趕快回家去看一下 反正當天就是請假 然後就回到那個片廠 然後回到片廠的時候 就是看到就是爸爸 叔叔 片廠這些老同事 看了一個教育片廠的神情 突然就內心有所感 這是我跟布袋系連結其實是很深的 然後是就是不可切斷的一部分 然後當下就是就突然覺得 我要回家工作 他是黃亮勳 台灣布袋系大師黃海黛是他的曾祖父 創台灣電視史上97% 最高收視紀錄的黃俊雄是他的祖父 讓霹靂從田間上系 到上櫃交易的黃強華是他的父親 接班他從巨人的肩上開始 我父親如果是在霹靂這種玄幻武俠題材 就霹靂這個故事 霹靂這個系列 其實真的是玄幻武俠這個類型裡面的 大概是金庸這樣子的一個水平 所以在這個領域上我肯定是沒辦法超越我父親的 對 台語視為文言文難懂 當好萊塢電影日本動漫寒流崛起時 他很清楚自己的戰場 在海外在新世代創新 過去可能會覺得比較悲情的東西 可能那輩的台灣人可能會比較喜歡這樣子一個故事 會比較公民 那現在人就是講悲情的話 可能我們來看可能會覺得比較矯情 或者說會比較沒有公民 我自己從小看著就是 玩著遊戲 然後看著動漫跟看著布袋戲 混著這樣子一直長大的 所以我的世界觀就是 就是日本動漫好萊塢動畫 布袋戲就是在同一個世界觀裡面 它就是融合在一起 接班前 他喜歡冷卻孤傲的冰島後搖滾 接班後 他有延續轟動武林驚動萬叫的壓力 當祖父職輩已經幫布袋戲巨師 披上輝煌的金紅色皮毛 他終究希望自己身處的利爪 仍是心裡頭最愛的創作 有時候是自己想要逃 有時候又好像是覺得 對自己沒自信 或者是有時候就是覺得 就自己好像不是靠自己的實力爭取來的 會有這種想法在裡面 可是這些都 沒辦法改變我是老闆的一致這件事 但是我其實是比較偏創作性的人 我其實不太喜歡跟他打交道 不是說不喜歡打交道 我比較喜歡獨處 比較喜歡人少少的這樣子 然後比較不喜歡這麼站在檯面上 我還是希望我的立場還是在創作上 真的 我覺得我就是藝術家 或是實在啊 就是做創作 在創作人們 那是不是無論篇 可不是 真的有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